中国有这么一群人,虽然是外国人的面孔,但汉语说的却很流利,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,但却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,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,给了侵略者沉重的打击,那到底是哪一国的人?他们为什么要融入中国呢?以史为敬,可以知心替,以人为敬,可以明德诗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一百年前,清朝末年,国事衰微,列强际鱼,中国社会动荡不安,民不聊生,在此期间,北方的沙俄王朝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,1917年,俄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一场武装革命,推翻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沙皇独裁统治,在接下来的战争中,许多忠于沙皇的旧贵族与军官都成了革命的牺牲铁,有些人为了保命只好逃往国外,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, 翻山越岭,来到我们国家的新疆,在那里定居下来的,当时新疆军阀混战,割据一方,统治新疆的回部首领金树人,看到了局势,决定利用这些外来人,壮大自己的军力,这些逃到江的俄国人,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白俄,据史料记载, 近1917年至1922年间,就有数以千计的白俄难民,以各种方式,有的甚至徒步,逃往新疆,其数量之多,前所未见,规划军与金树人,金树人是清朝末年最后一个在新疆的回部台籍,他的名字叫金树人,他出生于一个穆斯林汉族家庭,后来被送往佛教学院学习,金树人在政治上颇有手腕, 深得清廷重用,曾长期掌管喀什及其他地方事务,清朝末年,金树人建中央政权日薄西山,有意仿效张作霖,在东北建立地方割据政权,因此,他积极筹划在新疆建立缝隙势力范围,脱离清王朝,实现地方自治,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之后,金树人对国际,国内形势的转变有了清醒的认识,因此,当第一批俄国难民抵达新疆时,他并没有把他们全部遣送回去, 而是试图招募这些训练有素的俄国人,充实他们的地方武装,所以,金树人将这些白俄人整编成了一支叫做规划军的高级步兵团,希望能将这些俄国人同化为自己的军队,这些新兵不但装备精良,而且训练方法也是苏联人的战斗力比其他部队要强的多,可以说,金树人建立规划军,是他在地方上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步骤,掌握了这支外国武装,金树人的军事实力大增, 威日后脱离中央,自立门户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士气见尸,规划军队也加入了农民起义,一开始,金树人希望这些被他收编的俄国将领,对他忠心耿耿,心甘情愿地成为他谋取权势的工具, 然而,他万万没想到,这群白俄军官,竟然也痛恨独裁统治,更痛恨金树人这位新的暴军,金树人获得了规划军的支持之后,为了获得更多的军费,他开始疯狂地加税,对各地的叛乱进行了残酷的镇压, 这件事引起了全江人民的不满,也让他们内部出现了裂痕,至1919年末,农民起义在新疆各地相继发生,起义的领袖们也通过不同的渠道与规划军高层取得了联系,终于,1920年年初,规划军主要将领做出决议,正式宣布反金树人集团,并迅速与各地起义军会合,成立联合司令部,反对金树人政权,随着规划军的叛变与加入,新疆各地的起义势力顿时膨胀起来, 内外交困之下,金树人最终于当年春宣布下野,他的势力也随之瓦解,从那以后,新疆人民对金树人英勇叛变的俄国军人都有了新的认识,并接受了他们的忠心,官方认可成为年轻的民族,其实,东至黑龙江墨河,西至新疆喀什,漫长边境线上的好多城镇都有难民涌入,因为边境线附近多是偏僻荒凉地方,当地政府很难进行及时的统计,涌入的人太多,无法统计, 但少数落户的俄桥都有记录,很多地方的县纸,户籍制都有俄桥迁入的记录,这些迁入中国的俄罗斯人,大多数都聚集在一片地方生产生活,保留着他们传统的生活习惯,服饰传展,节日庆典等等,只是换了生活的地方。 并未改变生活的方式,民国政府对他们的生活也没有过多干预,以尊重其民族特色为主,也在官方层面承认他们的民族独立性,在民国各级政府的文件中,他们被称为规划族。 1934年,民国政府召开的民众代表大会中,加入中国的俄桥,以规划族的名义,参加会议,并被整个社会所承认。 不过,在俄罗斯人心中,他们最向往的称呼还是俄罗斯族,并多次向上级政府请求更改,始终没有得到民国政府的正面回应,改名的是就被搁置,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致力于更加精准的民族识别工作,取消了规划族的称谓,换成了他们自己推荐的民族名字,俄罗斯族之子。 俄罗斯族正式成为56个民族的一员,有了正式的族名,就要统计族人的人数,生活地域等情况,这也是逃难到中国后,第一次精准地普查俄罗斯人数据,经过各省的普查,中央的汇总,最终的数据很快就向社会公布了,俄罗斯族散居在新疆,内蒙古,黑龙江,北京等地。 主要的集中聚居区有新疆西北部,黑龙江北部,内蒙古,呼伦贝尔市,中央还公布了俄罗斯族当时的人口总数为6451人,由于长期生活在各民族混合的大家庭里,经过通婚联姻,社会交往,公共教育,俄罗斯族在保持自身传统的同时,也融入了更多中国特色,俄罗斯族的人民,受益于中国的和平环境和快速发展,过上了更好更富足的生活,对中国的认可度。 更高了,特别是经过世代相传,新生代的俄罗斯族人民,外观上还是金发笔眼,骨子里已经是地道的中国人,他们对外的自我介绍,已经统一成为我是中国人,俄罗斯族,2001年,内蒙古还专门建立了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,视为俄罗斯民族乡,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民族文化和血脉传承,如今,俄罗斯族的生活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这片土地,他们的房子木克棱有了现代化的装修, 他们的美食列巴卖到了大江南北,他们的聚居区还有专门的俄语学校和课程,俄罗斯族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差异,一,血统差异,俄罗斯人有着纯正的俄罗斯血统,而俄罗斯族因为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缘故,多为混血,在俄罗斯族的身体里流淌的不仅仅是俄罗斯的血液, 也有中华民族的血液,可以说,俄罗斯族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结合体,二,语言文化差异,俄罗斯人使用的语言主要是俄语,意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英语,但俄罗斯族因为生活在新疆的缘故, 可谓是精通多种语言,据悉,中国境内俄罗斯族使用俄文,一般兼通俄,汉,维吾尔,哈萨克等多种语言,在社会上,俄罗斯族讲汉语,使用汉文,在家庭内,在与本民族交往时讲俄语,大多使用俄文,三,形象外貌的差异,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族人虽然有着同样的祖先,但是俄罗斯族在中国长期的融合,发展中,外貌已经和传统的俄罗斯有了本质上的区别, 如果单看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族可能不能发现区别,如果将他们进行对比,则会清晰地看到他们鼻子,眼睛的区别,四,文化思想和民族认同的本质差异,在俄罗斯人的眼中,他们只有俄罗斯,他们的文化相对而言比较单一,正如他们的名字一样战斗民族,喜欢靠武力解决一切问题,然而,俄罗斯族却和俄罗斯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,俄罗斯族人因为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缘故, 他们的心中已经产生一种民族融合和各民族和平相处的观点,他们坚信自己是中国人,并且愿意同其他民族进行和平相处,可以说。 俄罗斯族比俄罗斯人更加友好一些,而这些友好正是因为不同的文化思想所导致形成的五,最终走向不同。 本土俄罗斯人不管经过怎样的发展,最终都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,然而俄罗斯族却不同,在我国各民族大杂居,小聚居的生活布局中,俄罗斯族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。 终有一天,俄罗斯族会被汉化,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之中,从俄罗斯族的出现和发展,无不向世人展现出民族融合的基本道理,因为战争的缘故,大批俄罗斯人来到中国,并在中国生根发芽,经过长期的发展。 那些迁居中国的俄罗斯人已经形成一个独特的民族,也就是俄罗斯族,他们既不同于中国本土民族,也不同于俄罗斯人,可以说,俄罗斯族是中俄文化碰撞的见证,也是中俄民族融合出现的伟大结晶,他们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中,同本土的俄罗斯人有着本质的区别,如今的俄罗斯族幸福地生活在中国土地上,正用他们自己的经历去书写那一段民族融合的历史。